大家好,我叫瞿勇 今年48岁,我来自山东几年 今天我带我自闭症的女儿来参加幸福来敲门 希望给女儿带来幸福,给大家带来幸福 谢谢,欢迎你 女儿多大了 她今年20周岁了 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她是一个自闭症的患儿呢 一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她跟正常的孩子不一样 但是确诊的时候是在她四岁的时候 确诊是自闭症 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 一两个月的时候她是目光非常犹豫不定 总是乱看,不跟人对视 你拿摇铃在她前面晃的时候 她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一两岁的时候孩子就会说话,会唱歌 她们就是说那再观察观察吧 那一两岁的时候是有什么不一样的状态吗 你喊她,她没有一点反应 就她的这种人际互动是有障碍的,您发现 就说话呀唱歌都可以 但是对于情感的交流,情感的回应是缺失的是吗 对,她几乎就一点也没有 那她正常上学了吗 说起她上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个电子琴上去弹 他喜欢的歌 没有人教他也能弹出来 对 他只要是会唱那歌就行 六岁的时候才找到老师 开始教了他电子琴 那老师其实当时 老师也是试试看 但是没想到 他竟然能坐住了 坐住也是我 所以说有魔力 音乐想起来就人也不乱动了 也沉浸在当中 也专注了 我陪他学了三年的电子琴 当时学电子琴的时候 也是那个桌子 我要把它怼到里面去 它坐到里面去 我在外面 这样他才能 就是说完全的一节课上下来 要不他也是会 跑出来 跑出来 再走 他那时候也是 有一点坐不住 反正三年下来 他完全能坐住了 后来就陆陆续续的 买了一些乐器 比如树笛啊 八屋啊 竹笛啊 这些 他都会 小提琴啊 这些东西 你并不管是 你吹的 拉的 弹的 这些东西 吹拉弹唱 十八班 五一都会 他就是 都是买了 在家里放那儿 我就是说 当玩具玩吧 就他的 现在对音乐的熟悉程度 和驾驭能力 到了哪个程度 他那个 竹笛今年被考 十级 钢琴 钢琴几年前 也是考过十级 那这很棒一个孩子 钢琴十级 这是很难学 很难考的呀 钢琴在他十三岁的时候 学了 学了三年 学了三年钢琴 那时候吧 其实一直也没想让他考 考级 但是 你就是说 不让他考级 他就学起来没完 他就觉得 他可以一直学到老 他都 他都愿意学 他太 太喜欢学习 我觉得这太幸福了 是吧 他其实 他所有的专注 在他爱的东西上边 也不求回报 就是过程的美好 他除非 你别让他知道 你会点什么 会点什么 他就很想跟你学习 你不管你是任何人 所以一朵妈妈 从一朵小的时候 你会觉得 太崩溃了 太难看了 太难带了 到现在你发现 音乐响起 或者音乐在他的生活里 在他生命当中 他变成那么快乐的 一个孩子 这种转变 对你来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 心灵上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带这样的孩子吧 其实也是一种修炼 我觉得